被郑秀妍的私服给美到了香奈儿的外套包包,很显眼太会穿了。 郑秀妍对于大家来说,应该是并不陌生了,她从初到以来就受到了太多人们的喜欢。 不但在娱乐圈子里面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,在时尚圈里也是有着一个很好的地位,很多的造型都是值得让你去学习或者是模仿一下的。 在时尚这个方面,它也是有着不同的见解,每次都能够散发出一种不同的味道,让很多的人们都不得不感觉到佩服。 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,像是在之前的时候,她现身在了机场上,常常地头发散了下来,散发出了一种浓浓的女人味,甚至是有网友看到她这个造型之后。 乔坦道说,这是和香奈儿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吧,她外面穿着的就是一件这个品牌的外套,深色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特别高级的感觉,它是一个短款的形式,可以很好的让人们了解到她腰身的位置。 身材的比例就会被很好的给分割了开来,而且仔细了解一下的话,你就会知道,这一件小小的夹克它的价格并不便宜,大概是在三万左右。 在手里还提着一款同品牌的包包黑色的款式,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很高级的感觉,上面还有着面条的设计,也是把这一个造型的精致发挥到了一个极致的。 而且,像是这种单品,肯定会得到很多女孩子的青睐。编辑请点机输入图片,描述,它里面穿着的是一件白色的打底膏领子的设计,看起来格外的保暖,也是可以用来修饰一下它的脸。 紧身的款式很好地把它的身材给勾勒了出来,这是很多的女孩子看过之后,都会觉得非常的羡慕的吧,干练还非常的优雅,一直都是它主打的路线,就连这一次肯定也是不例外的。 下面穿着的是一条白色的裤子和它的上衣融合在了一块,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视觉上面的协调看起来十分的清爽。 编辑请点机输入图片描述脚上面穿着的是一双白颜色的短靴,高跟的款式拉长了整个人的身高,让它看起来格外的高调。 尖头给大家带来了一种特别中雅的感觉,也是非常的符合它的气质。 穿上一件深色的外套之后,就打破了它这一个造型的单雕感,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职场的女精英一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